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马来西亚第一次MCO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从事进驻业 进驻业在MCO的时候 是完全停顿不能够停坐 所以就在Facebook就看到很多西马的朋友 一直在上传这些沙漠玫瑰的照片 就好奇心下就觉得 以前的沙漠玫瑰就是我们当地的富贵花 以前的富贵花大多数都是红白花 很普通的花瓣品种 就看到西马那边有为什么 它们玫瑰能够有那么多个花种 那么多个颜色也是颜色很美 就开始了先 第一颗就是熟悉嘛 就是网购进来咯 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爱上了它咯 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收集 越收集就越多咯 所以收集到现在就 就干脆把它建立起来 就建立了去年7月的时候 就创现了这个青年沙漠玫这个原子 就说带动本地的市场 让本地的花油也能够从本地购买 因为如果在西马购买 毕竟也是要承担很贵的运费 还有风险 毕竟是网购嘛 所以我就带着本地的花油 就跟台湾商量 就是说拿到这个台湾品种 在我们东马的代理权 所以这些原子的话 都是从台湾直接进口 来到沙拉叶古今 就提供给本地的花油 更方便来选购咯 这边现在全部已经超过了 接近两千可的沙漠玫瑰 可以让大众来选购 可以来现场看了真实版 所以在我们原子里面的花 其实每一颗花 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身份 它的ID 这些都是台湾著名的原子 所发出来的货 所以它的品质 它也不会说货不对版的情况下 沙漠玫瑰 所以在台湾方面 如果是说花色品种 我们觉得已经远远超过好多千种 所以在我原子这边 沙漠玫瑰的花色品种 它的话比如有单磅 双磅 跟不同花色的品种 已经远远超过200颗了 过后还有一些是说 比较珍贵的品种 比如说就是说 迷你品种 四叶品种 阿拉伯品种 还有 索马尔品种 还有就是说 驯化的珊瑚品种 半叶品种 八方根品种 泰国小羊 已经 这些都是我的收藏品 在原子里面的收藏品 所以是说 沙漠玫瑰不是单单只有以前的 那种沙漠玫瑰的品种 已经 在古今这边 已经可以有很多 新奇其珍贵的品种 其实沙漠玫瑰是一种很好养的花类 因为它是属于 它在沙漠也能够生存的 所以在我们这边 马来西亚的天气是非常适合养的 也很容易很容易 让它开花 温度什么都很适合 沙漠玫瑰主要就是说 注意的是说 土质的 就是选用的泥土 要脱漆 脱水 还有是说 泥土不干 我们就不浇水 就是保持在它 完全泥土完全干脱了 我们才给它浇水 定期加 给它是叫水肥 定期喷要控制 基本上沙漠玫瑰都可以开得美美 很多花友都会说 选个比较喜欢的花色 我们就是可以 拿它的枝条 嫁接去本地的母树 到之后 母树再开花 就会变成你们所喜欢的花色 所以我原指的那些 都是属于台湾嫁接过来的花色 所以每一棵都是很特别的花色 其实我已经有计划了 是说 我们在扩大一些范围 可以引进更多的 沙漠玫瑰品种 沙漠玫瑰品种 青人沙玫现在有 有意识要造理分代理 就是说米里 民族如 哪里各省份 因为现在青人沙玫在 只是在经营在古境 所以是说外省的人 如果有意思要经营这个事业 欢迎可以联络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